謝謝你,我正正忘記了這件事 好,我們盼望我們順利的進行 開始之前,我們有一件事要提醒 在訊息之後,我們會有Q&A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健康上的問題 你不要聽完都走,你就會錯過了Q&A 最後我們有很重要的,還有下一個聚會的簡介 希望你稍微多幾分鐘,留一留 好嗎?我們現在簡介一下 那個講完,魏嘉儀醫生 他現在是Kaiser醫院的全內科醫生 也是溝通的顧問 也是家庭暴力預防的顧問 是Stanford醫科大學臨床講師 也是醫學院的臨床助理教授 原來我看到他這個 原來很多方面都可以找他來幫忙 我們盼望今天這個聚會 他能夠給我們很多的教導和提醒 好嗎?那我將以下的時間交給魏醫生 好的,那我現在先把我的 文章推出來 大家應該看到我的文章 是不是? 是的,看到 好的,那首先很感謝大家今天給我一個機會 我會去跟大家分享 我姓魏你可以叫我魏醫生 也可以在街上見到我叫我Kerry 我也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其實今天我們選了這個題目 健康加平安等於美好人生 為什麼呢?就是很多時候 我發覺尤其是在疫情之後 大家對於健康的重要性 在自己心裡我們的重要性 是提高了很多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以前 我都做了醫生很多年了 以前我看到我的中國人的病人 尤其是過了新年之後 農曆新年來看我 他第一句就是跟魏醫生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當然我們廣東人來說 恭喜發財是一個很自然的說出來 是一個祝福新年的一個話語 是嗎? 因為大家都想發財 但是過去那兩年 那些病人是很少跟我說 恭喜發財 他們通常都跟我說 李醫生新年快樂 說我祝你平平安安 因為知道你經常要去見病人 他們都會等我的平安去擔心 他們都很希望他們自己能夠健康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就說 我現在最想要的就是健康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我的分享能夠幫到大家 其實今天的講座 不會有些很深奧的知識 其實很多東西可能大家已經聽過了 只不過在這裏再沉氣一點 重複一次 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的生活 我們說健康的生活是怎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講一講一些的維他命或者補充劑 很多人都會很有興趣說 我怎麼可以多吃一些維他命或者補充劑 可以令我更加健康一些 最後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的免疫系統 講一講關於我們的免疫系統 因為這個很多時候 當我們現在想起我想要有平安的時候 就是幫到我們身體平安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我今天會在這三大裡跟大家分享 先講一講健康的生活習慣 那健康的生活習慣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說是很特別的東西 都是那幾樣東西的了 但是我在這裡跟大家去談一談 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說讓身體感覺舒適 你覺得舒服嗎?覺得舒適嗎? 其實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意思 我們英文有一句就是 sense of well-being 當我們身體 我們有健康生活習慣了之後 是更加容易令到我們有這個自我感覺良好的 第二就是保持健康的體重 這裡所講的一個健康的體重 不是說過瘦 很多時候我們現在想起就是過瘦 我們印象中一個好的體型 其實可能是過瘦 其實這裡所講的是一個健康的體重 不要過瘦 不要過輕 這個健康的體重 無論在我們心理上面 和外觀上面都會令到我們更加感受 好了 最重要就是最後這件事 在生活和工作上面精力充滿 很多時候其實很多病人都會說 我覺得很累很忙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的話 也可以幫到我們 而在我們真正 就是對於我們的健康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健康的生活習慣 是我們去維持我們正常的血壓 預防一些的慢性疾病 例如心臟病和糖尿病 這些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OK 講了這麼多好處 究竟什麼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其實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我等下所講的 大家有很多大的機會都聽過 但我在這裡有系統這樣 再跟大家總結一次 第一件事就是健康的飲食 健康的飲食呢 很多時候坊間現在在說健康食品 但健康食品和健康的飲食 其實有時候都未必是相等的 其實健康的飲食包括了很多東西 大體來說就是當然我們要少 因為我們聽過三高 那三高的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吃少一點的話 當然就是一個健康的飲食 包括是少油 就是少脂肪 少鹽 還有少澱粉 就是糖粉 但是怎樣吃才叫少 或者怎樣吃才叫對 其實營養師呢 他通常是給我們一個印象 幫我們更加容易去明白 我們食物的份量應該是怎樣分配的 那你想像你有一隻碟 如果將這隻碟分成四份 那四份之一呢 就會是蛋白質 就是我們所講的肉類 那當然這裡所講的肉類 希望就是瘦肉 就不是肥豬肉 另外那四份一呢 就會是菊類 就是我們所講的澱粉質 包括是飯啊 麵啊 麵包啊這些等等 最後那一半呢 就會是菜蔬和水果 那菜蔬和水果呢 都要注意 因為很多時候呢 某些蔬菜或水果呢 其實它都有很高的糖分 或者澱粉質的 譬如薯仔 也都譬如是一些很甜的水果 例如是芒果啊 那所以當你吃一些很甜的水果 或者是吃一些很高澱粉質的植物的時候 其實它們都當成為 就是起碼你當它一半是澱粉質類的 那就可以避免將我們吃得過多了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適當的運動 那適當的運動呢 什麼叫適當呢 是不是 那其實是我們心臟科的醫生呢 確實是給了我們一個很明確的建議的 那這個建議就是每人每日平均30分鐘 最多好 最好就可以做到60分鐘 但是起碼30分鐘 一個星期五次 那平均來說 就是說一個星期是做到150分鐘的運動 那至於這個運動 什麼叫做運動呢 那我相信就是 如果你很慢地逛街去買東西呢 其實這個嚴格來說不是真的算做運動 因為運動最好就是可以希望幫我們 令到我們的心跳和我們的呼吸是急速 是會流汗 這樣才真的可以增加到我們的深層代謝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運動習慣的話 確實是不應該一步登天 所以如果你是從來沒有做運動的習慣的話 剛剛開始我們會建議你 可以分開來做 每日開始做10分鐘 或者圍繞家裡去走一個圈 或者有些人會在家裡學了一些操 或者是放一個減肥監車這樣走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OK的 那你剛剛開始的時候每次做10分鐘 那你可以慢慢慢慢加上去 直到加到你的目標為止 如果你是有些什麼疾病 或者是一些可能關節的毛病的話 你最好是先跟你的醫生說 才開始去做運動 因為如果不然就懂得其反了 第三樣東西很明顯 介紹不好的習慣 那什麼叫不好的習慣呢 那當然最常 就是大家立刻容易想得到的 就是例如是吃煙 吃煙確實是沒有好處的 很多時候現在譬如像大麻已經合法化了 或者有些人會用一些軟性的藥物 那這些當然對我們身體其實是沒有好處的了 大麻是比較特別的一件事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去談到 我們之後的Q&A可以再去講 那但是暫時來說 在我們正統的醫生的角度來說 一般我們是不會建議食用大麻 那譬如酒精 那其實酒精呢 喝酒也都變成一個很常做的 尤其是在美國 尤其是在疫情之間 我有很多病人因為很悶的緣故 或者沒有什麼做 在家裡就會開始喝酒 甚至會用酒精呢 去令到自己放鬆 那究竟喝多少酒才叫做OK呢 其實是沒有一個 就是沒有一個特定的說 你喝這麼多酒就沒有問題了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情況的 但是我們確實會有一個建議 男性 一個正常的體型的男性 一天不要多喝兩個份量的酒 女性不要多喝一個份量 如果是年紀大的 六十五歲以上 我們建議不要多喝一個半個份量 什麼叫一個份量呢 我不會說一杯 因為一杯你的杯可以這麼大杯 所以其實一杯酒 比如紅酒還是白酒 是六個盎司 如果是啤酒的話 就是洗洗瓶的啤酒 那這些就叫做一個份量 烈酒我們一般都不會建議定人喝的了 那我們盡量去減少酒精 因為其實酒精呢 它本身也會有它的不好處 包括雙肝和酒精 本身也會有卡路 OK 那我們大概有一個目光 就是說我們要維持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是 其實我在我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最困難就是去維持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叫我做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個月 我可以的 但是你叫我做三年就比較難 你叫我做三十年 可能真的很困難 所以有什麼方法可以維持到 這個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第一件事呢 經驗就是跟我們說 如果有人陪著你一起做 令你的行心是確實得好一些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跟家人分享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 我一個病人經常跟我說 醫生我不是不知道要怎樣去吃 但是煮東西給我吃的那個人 不肯跟我一起合作 他不喜歡吃健康的食品 只是煮一些好吃的 但是不健康的食物 那怎樣呢 那當然 希望我們透過溝通 大家去了解 和大家去協調 因為健康的生活習慣 確實很重要 但是最好就是 可以和你的家人去分享 為什麼這件事對你這麼重要 如果整個家人都可以一起 去有一個健康生活方式的話 這個不單止令到大家都健康 而且是一個維持這個健康生活方式 最好的方法 還有如果要維持健康的話 我都會建議大家 最好定期去做健康檢查 因為你去見你醫生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去問一問病人 他的生活方式是怎樣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都可以建議他們去病人教育 或者是見營養師 令他們更加有效去理解 對於他們特別的情況來說 什麼是叫做最好的健康生活方式 而如果我們找到有疾病的話 當然就要吸走治療了 然後我想跟大家說的是維他命和補充劑 我相信尤其是在加州或者在美國 吃維他命和補充劑都是一件很常見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可能我們的飲食不夠平衡 或者我們健康有額外的需要 我想去吃多些維他命 吃多些補充劑 可以令我更加健康 這個心態是很對的 但是每一樣東西其實都是有一個平衡的 所以如果吃得太多的話 也都未必是一件口事 我今天就拿了幾樣 是我最常見要和病人談的一些維他命 或者是有很多病人會問關於的 一些維他命和補充劑 去和大家分享的 那我要先說一件事 就是我今天在這裡分享的 是對於一般人而言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慢性的疾病 或者是你要長期服用藥物的話 在你去加任何的維他命和補充劑之前 你一定要先和你的醫生談 因為對於你來說未必是適合的 OK? 我第一件事想和大家說的就是葉酸 這是很簡單說一說的 葉酸有些人認識 有些人未必會很認識 葉酸我收受所有懷過人和懷人的女性 應該都會有聽過的了 它的好處就是有幾樣東西 很簡單說 幫助我們生存代謝 幫助我們做我們細胞裡面的細胞蛋白 還有維持我們的紅血球 就是我們的血是紅色的紅血球 幫助數量和健康 每樣東西都是聽起來很好 我多吃一點會不會好一點呢? 但其實多吃一點未必是好的 有一個特別的情況就是孕婦 孕婦如果他是懷孕 或者準備懷孕 即是就算是未懷孕 準備懷孕的時候 我們都會建議他開始吃葉酸 這件事我也很想在這裡說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懷孕了才去找醫生 但如果你是準備懷孕的時候 其實在這段過程中 最好就開始吃葉酸了 因為很多時候 當我們確定懷孕的時候 寶寶已經成長了幾個星期了 孕婦需要的份量都不多 但他每天是0.4mg至0.8mg 那為什麼孕婦要吃葉酸呢? 因為他可以預防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盤 叫做neural tooth defect 就是神經管的缺陷症 會在我們的脊椎的位置 所以吃了這個葉酸 是幫助到孕婦去預防 寶寶會有這個問題 那他有沒有其他益處呢? 那很多人說 既然葉酸是需要我們新陳代謝有用的 那如果我們吃多一點是否好一點呢? 所以有些研究就特別去研究這件事 就發現原來吃多了對於身體沒有額外的幫助 它不會幫助你預防癌症 不會幫助你預防心臟病 不會幫助你預防中風 甚至你吃得太多的話 有可能會有反效果 那為什麼我在這裡說不需要額外吃呢? 是因為其實葉酸在我們一般正常的飲食裡面 都已經很足夠的了 而很難會有葉酸缺乏的 在98年的時候 FDA 食物衛生局 要求廠商在我們任何的一些谷類的食物 包括我們的麵包、麵、麵粉、飯 都已經額外加了葉酸 就是希望可以幫助孕婦預防這個疾病 所以變成只要我們有均衡的飲食的話 其實葉酸是不需要額外去吸收的 那第二件事我講的就是維他命D 那維他命D呢 我相信兩年前是一個非常熱門的一個題目 因為剛剛開始的時候的疫情 好像有證據說維他命D跟它有關係 我記得在兩年前左右 有一天嚴血的時候 我的病人的維他命D突然很高很高 我問他為什麼你維他命D這麼高 他就說我看網上畫 吃了維他命D可以幫我們預防COVID-19 所以我就多吃一點 其實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會比較容易去誤解的 是不是我們聽了 OK 如果維他命D在這一方面有幫助的話 那吃多一點就會好一點 那在這裡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維他命D 還有跟你們講一下 究竟吃多了維他命D有沒有用呢 要怎樣養才有用呢 那其實維他命D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幫我們的腸去吸收鈣質和鈣質 它都幫助到我們平衡我們血和骨裡面的鈣質 維他命D是滋溶性的維他命的 意思就是說它在脂肪裡溶解 那所以呢 它在食物裡其實的含量不是很多的 甚至是我們就算吃很高脂肪的食物 其實它的維他命D都不算很多 因為儲存的不是那麼多 除非你吃很多的魚乾 但是這件事我確實不建議了 因為吃了整身都會腥 是吧 還有我們有更加有效的方法去吸收維他命D 那我們一般來說呢 其實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在這裡展示了一個太陽出來 那就是因為呢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其實維他命D呢 我們身體已經有方法幫我們吸收的了 那就是我們的皮膚會經由紫外光吸收了 跟著呢 再經由我們的肝臟和腎臟 變成一個活性的維他命D 那活性的維他命D 就可以在我們身體上正常地運作了 那這個維他命D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預防骨質沙鬆 英文叫Osteoclerosis 預防肌肉退化和跌倒 那有研究報告說呢 老人家如果是維他命D缺乏的話呢 會令到他們的肌肉比較容易去弱 會變了弱些 令到他們會影響到他們身體的平衡 甚至會增加了跌倒的危機 那所以如果家裡有老人家的話 如果他們好像走路不是很好玩的 或者可以問一問醫生 他們維他命D會不會缺乏 需不需要顏外去補充呢 補充了可能確實會有機會 預防到的跌倒的 那接著我想說另一個的好處 預防癌症 那為什麼我們會把 維他命D和預防癌症聯繫 在一起呢 那就是因為其實維他命D 在我們身體 除了剛才所說的最主要 和一些鈣質、鈣質和骨絡平衡有關之外 其實它也是我們身體很多正常運作所需要的一種維他命 包括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很多時候人們就開始聯繫起來了 那會不會其實會幫到我們預防癌症呢 在美國來說呢 有三大的癌症 一個就是腸癌 腸癌就是男女都會有機會要去考慮的一件事 第二個癌症就是乳腺癌 那這個是女性 當然是女性比較特有 男性都會有 但是極少的 最後就是前列腺癌 那前列腺就只有男性才有的 所以這就是男性才有需要去考慮的事情 那所以呢 很多研究針對這三種的癌症去看看 維他命D對於他們來說有什麼影響 那先講講腸癌先 世界衛生造型WHO 他看了17個不同的研究報告 那從17個研究報告裡面 他們去找出究竟維他命D和腸癌本身有什麼關係 他們就發現了原來維他命D缺乏 即如果你是缺乏維他命D的話 會增加了你患有腸癌的風險 那所以確實是有關聯的 第二樣東西 乳腺癌 研究報告也都發現 今年期過後的女性 如果他們維他命D是缺乏的話 即低於27的話 他們是會增加了患有乳癌的這個機會 而改善維他命D至正常的水平 可以減低了患有乳腺癌的風險 正常是27至35之間 這些數字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你們平時找回醫生去問一問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維他命D有沒有幫助呢 是沒有的 有點失望了 因為如果那樣東西有幫助 吃多一點可以防癌症多好呢 但這個其實最重要一點就是 缺乏維他命D是增加了腸癌和乳腺癌的機會 的風險 但是當你的維他命D變回正常之後 額外再吃的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就是說我那個病人他吃多了維他命D 他其實並不會幫他預防到癌症 而前列症癌就和維他命D暫時是沒有一個直接的關聯 那好了 剛剛那個病人是想預防COVID-19 所以吃多點維他命D 那到底 喂 維他命D吃多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幫我們預防COVID-19呢 它跟我們的免疫系統有什麼關係呢 那維他命D呢 其中一個作用呢 就是幫我們維持我們的免疫系統 對抗疾病的正常運作 意思就是說 你不夠維他命D的話 確實是會削弱你的免疫系統的 但是 很多的研究都發覺 額外的維他命D並沒有額外的幫助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你的免疫系統已經正常的時候 你給多些維他命D的身體 這個維他命D不會有任何額外的作用 它不會幫到我們去強化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變成維他命D 永遠都是 最重要是一個平衡 所以說了這麼久 總結就是 你要吸收足夠的維他命D 但是吃多了 一定沒有好處 而且因為它是脂溶性的維他命 所以吃多了是會有中毒症的 那我們現在建議 每人每日的吸收量 大概是1000個單位 800至1000 我在這裡容易些記 我寫1000個國際單位 大概是25個MCG微毫克 那我最多每日可以吃多少呢 長年累月來說 每日不好吃多過4000個國際單位 或者是100個微毫克 但是如果是短期之內 譬如有些情況之下 你本身維他命D缺乏的 一個短的時間 譬如 甚至兩三個月吃多過這個份量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長年累月就不好了 那說完維他命D了 下一個呢 也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題目 維他命C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都會聽到 我的病人跟我說 醫生人有些感冒 不用怕 我今天吃了兩大粒維他命C 我會OK的了 搞得定的了 我幫了我的免疫系統 是不是做得很適合呢 那其實維他命C 確實是有很多的作用 那我先講一下維他命C 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Antioxidant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呢 你會發現食物裡面呢 它加了維他命C 去幫它防腐的 因為它本身是有這個防腐的作用 另一件事很重要 尤其是對於貪美的人 現在男女都會貪美的了 那所以 它是幫我們製造膠原蛋白 和結締組織 就是connective tissue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年輕的時候 你見一些BB 是不是很豐滿的膠原蛋白 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包括我自己 開始有皺紋了 那這個膠原蛋白就沒有以前那麼豐滿了 那這些膠原蛋白的製造 正常的製造 是維他命C的 製造荷爾蒙和氨基酸 那荷爾蒙就是我們平時說的那些荷爾蒙 氨基酸其實就是一個蛋白質 就是我們要製造我們的荷爾蒙 和製造我們的蛋白質的過程之中 我們是需要維他命C的 而另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幫助我們吸收鐵質和平衡 就是說如果我們想我們 譬如我們有時候鐵質不夠 我們要吃一些高一點鐵質的食物 譬如你醫生跟我說多吃一些菠菜 你可以考慮吃菠菜的同時 那一餐就吃橙 或者吃一些高維他命C的 去幫助你的鐵質去吸收 剛才都說了 維他命C是水溶性的維他命 其實水溶性的維他命 就是說在那些汁液那裡 就是說大部分的水果 那些汁液其實都有維他命C 特別我們都知道的 想多吃一些維他命C 就多吃一個橙 所以那些金骨類的水果 就是橙、檸檬、柚子、金 這些都會含有很豐富的維他命C 那維他命C的缺乏呢 在以前來說其實是會有的 譬如在以前我們航海的年代 就是沒有飛機的時候 那些水手會長年累月 會在海裡面 那在海那麼久就沒有 當時又沒有雪櫃 所以他們就沒有一些 新鮮的水果和蔬菜 因為維他命C 是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裡面才有的 那他們就會有一種病叫做Scurvy 中文是叫做壞血病 那壞血病呢 其實就是因為維他命C 是製造血頭都有需要的 所以他們會憑血 而且他們口腔會腐爛 傷口不好 甚至可能會致命 但是現在來說呢 尤其是在美國 要維他命C缺乏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一個正常的女性 每天需要75個毫克的維他命C 男性大概是90 一個中等尺寸的橙 已經有70個毫克的維他命C 加上我剛才說了 有很多的食物 它本身已經加了維他命C 進去防腐 還有很多其他的食物 菜梳等等 也都會有維他命C 所以你說在美國缺乏維他命C 基本上就沒有可能的了 那現在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病了 吃多些維他命C 會不會好些呢 研究報告說 額外吸收維他命C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其實那個大體 你現在聽到現在應該都明白的 就是說 我們缺乏是會影響到我們身體機能 但是額外吸收了呢 其實不會令到那樣東西更加強些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下 怎樣可以幫到你 是否更加強些 所以現在先等一等 但是我知道特別想提的就是 其實維他命C 因為水溶性的 水溶性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隨著你的水排出身體之外 就是說你吃多了 你是磨出來的 一般來說 是不會有維他命C的中毒性 但是呢 因為它是磨出來的凝固 你維他命C太高 就會增加了你尿液裡面的維他命C 它也都會跟鈣一起結合 在一起會增加了腎石的危險 那所以呢 大概來說 如果你吃多過4000個毫克 就是4個gram的維他命C一天的話 它就會增加了你說有腎石的機會了 所以吃得太多都是不好的 維他命E 那維他命E應該很簡單講一講 因為之前曾經有過就是維他命E 因為它都是有抗氧化的作用的 所以那些人會問 會不會可以幫助預防癌症 預防心血管病等等 那其實我們每天需要的份量是很少的 它是一個滋溶性的維他命 那所以一般的食物呢 其實已經很足夠去給我們 有這麼少份量需要的維他命E 那至於你說它有沒有額外的幫助呢 暫時是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 額外吸收維他命E 對預防癌症心血管老退化 抗衰老和對免疫系統有任何的幫助 那維他命E的確實有病人吃了 是想是美育的作用 維他命C和維他命E都會有人有這麼說法 但其實額外吸收未必有幫助的 而且因為維他命E是滋溶性的維他命 即是說你吃得太多的話 它會積在身體裡面 甚至會對心血管產生過度的負擔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就不會建議病人特別額外去吸收維他命E 那這裡我想說一說其他的營養補充劑 即是sufflement 那這裡我選了魚油去說 那我特別括著在這裡寫Omega 3 那其實魚油裡面就是因為含有豐富的Omega 3 而魚類裡面特別是金瘡魚的鮭魚 即是salmon這些魚類 它們脂肪裡面是因為含有很豐富的Omega 3 是一些好的脂肪酸來的 所以變成它對於身體是有一些好的作用 那除了魚類之外 其實植物包括Flaxseed 都含有比較豐富的Omega 3 那最好而最為人認識的一個健康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幫我們降低三酸金油脂 三酸金油脂 英文叫Tribulceride 也有很多人會稱它為血脂或者血脂肪 那三酸金油脂太高的話就會失血管 所以變成如果你可以降低你的三酸金油脂的話 會對預防心血管病是有幫助的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作用呢 那我聽過有很多人用這個Omega 3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那其實暫時來說到現在 都沒有證據證明 吃多一點的這個Omega 3或者是魚油 它對於其他是有特別額外的幫助的 那我在這裡特別說一件事 就是說太多也都是不好 如果你每天吃多過4個gram 即是4000個mg的話 它會稍微增加了你那個出血的機會 它會令到你那個正常 就是正常營血的那個系統的功能 是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每一樣都是了 物極必反 所以我們仍然要去維持一個平衡 OK 那這裡我特別說一說 就是說 剛才所說就是每一個維他命 但是可能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什麼的機會之下 醫生是會建議病癌額外吃多一點呢 因為剛才我所說的每一樣東西 就是如果你缺乏的話 最好補充足夠 因為對身體健康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是吃得太多也不好的 那我今天會跟大家舉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就是我們是 無論病人是不是已經有足夠 我們都會建議他可以考慮 額外吃多一點的情況 那你看到這個女士的頭痛 是不是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有偏頭痛的這個毛病 那偏頭痛確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很影響到大家生活的品質的 有研究報告是發現 如果病人每天吸收尾 因為它叫magnicium 還有維他命B2 或者叫briboflavin 那如果每天吸收400mg 那這400mg是因為研究報告 是用了400mg 所以我們醫生就是這樣建議 多一點少一點可能因人而而 都是同樣有幫助的 那如果每天吸收這個份量的話 經過大概三個星期左右 那個研究報告發現 病人確實他們偏頭痛的程度 還有頻率都會減少了 但當然這個是針對一些 比較不是太嚴重的偏頭痛 如果你是有嚴重的偏頭痛 或者你的頭痛同一時間 是會令到你有其他的症狀 包括是神經系統的毛病 譬如你一邊會不動 或者是你那個視力會有改變 或者是你會想嘔吐的話 這些不一定代表你不是一個良性的偏頭痛 但你最好先找醫生談一談 確定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偏頭痛 你才再針對偏頭痛去做一個處理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是 如果你不是偏頭痛的話 而自己去找方法去醫治的話 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美和維他命B2 其實都沒有什麼說大的副作用 維他命B2是一個水溶性的維他命 所以你吃多了 最多只不過是會摔出來 那你的小便是會變得很黃的 是一種bright yellow 形光黃的顏色 因為它本身這個維他命B2 就是有這個顏色的 所以如果你吃了維他命丸 你發現自己的小便黃了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維他命入面 有維他命B 那維他命B集也會令到你小便變黃 那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不會影響腎臟 不需要擔心 喝多點水就可以了 美其實一般來說都OK的 但它確實有可能是有一個副作用 如果你的腸道比較敏感的話 吃了之後可能會會呱吐的 所以你自己吃之前 最好都是先問一問醫生 而如果你有慢性的疾病 或者在吃其他的藥物 尤其是如果你有腎病的話 就千萬一定要先問一問醫生 才好吃的味道 那剛才說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會建議病人額外 吃多一點這些藥風劑 那這件事呢 就是預防腳抽筋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腳抽筋 有沒有病 腳抽筋也是很常見的 那很多病人會跟我說 哇 晚上睡覺抽筋很不舒服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抽筋是很常見 很多時候也是因為 可能水份的不足夠 或者電解質的平衡不好 出得太多汗 或者那個人可能站得太多 走得太多 而他本身也沒有一個運動 和拉筋的習慣 也就是說他腳的肌肉 和筋都不得鬆 不得強 所以就比較容易 人們會抽筋 但是有些人可能做足所有事情 都是比較容易抽筋的 那怎麼辦呢 先看看醫生才確實 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不會說可能腰壓了神經 或者很多其他的毛病 有時候都可能會增加腳抽筋的機會 當然那些情況之下 你的腳抽筋就不會單單抽筋 還有其他的問題 那如果你只是腳抽筋的話 可以試試吃維他命B質 英文是Vitamin B Compact 或者只是吃維他命B6 B6的話 每天吃100個mg 那就足夠了 那當然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有適當的運動 飲足夠的水分 平時有一個好的拉筋的習慣 這樣都是重要的 如果不是那些抽筋就很難好 其實美都可以幫你預防脫抽筋的 但是因為美 有些人吃的真的會餓肚 所以我一般會建議先考慮維他命B 也可以吃多一點美 那有些病人聽過的 大家可能都聽過 就是多吃一條椒 那椒裡面有美 也更加重要的是有甲 但是甲的缺乏一般來說 其實都不大機會的 但是如果你那一陣子 可能比較出多點汗 或者會有肚射的情況之下 那些情況之下 吸收多一點甲都是有好處的 OK 那講到這裡 下一步呢 不好意思 我的screen突然間freeze了 那我要reset它先 OK 那下一步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免疫系統 因為當我們想起健康 剛才講了健康的生活 講了補充劑 講了什麼可以壓力幫我們健康多一點 那現在下一步我們所講的就是免疫系統 因為當每一次我想到說 我們身體 尤其是我們肉身的平安 除了說不要去做一些高風險的行為 不要去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是不是 不要聚走駕駛等等 這些很明顯的 會令到你身體有機會 會受到傷害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真的是我們健康的一個防衛系統 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所以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免疫系統究竟有什麼作用 那免疫系統是有預防和治療疾病的作用的 那很簡單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我們的免疫系統就幫我們抵抗疾病 讓我們不會說那麼容易感冒啊 那它除了預防之外 它也有治療疾病的 那治療疾病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其實可以是很複雜的 也可以很簡單去講一講 那很多時候譬如我們病了 細菌感染 那我們就會吃抗生素 那我們其實吃抗生素的時候 不代表每一次我們病了一定要吃抗生素 為什麼呢?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免疫系統 就算是細菌感染 其實我們的機制都幫到我們 可以防治病的 甚至我們已經很多時候 我們身體還沒感覺到有病 其實我們的免疫系統已經幫我們對抗了 我們接觸了那些病菌而已 但是當然如果你不舒服的話 當然就應該針對這個情況 要找醫生幫你去醫治 我們的免疫系統對於病毒是特別重要的 因為病毒的感染呢 所有的藥物其實都不是直接殺了那個病毒的 我們平時吃的抗生素 或者是我們叫做俗稱的 中環俗稱的消炎藥呢 其實就是抗生素了 因為抗生素它通常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都是對抗這個細菌 細菌呢 如果你可以想像它就是大隻一點的 它真是本身是一種生物 它進入到我們身體裡面 它可以令到我們致病 而抗生素可以幫我們殺了 直接殺了這個細菌 但是病毒是很微細的 它致病是因為它進入了我們身體的細胞裡面 令到我們身體本身呢 是的 以細胞有病了 所以我們的免疫系統就幫我們找出這些有病的細胞 就幫我們 neutralize 了它 幫我們清除了它 那這個就是我們免疫系統的作用 所以這個是治療疾病的作用 我剛才說了 抵抗病菌 中環和消炎我們身體裡面 不屬於我們的東西 那除了是這些病毒之外呢 其實我們的免疫系統呢 還有很多其他很重要的作用 也是我們未必想得到的 大家其實說起健康或者預防檢查 因為很重要的東西 大家都不想要的就是癌症了 但是其實我們身體呢 每一天不停的新陳代謝 都會產生新的細胞的 這些新的細胞呢 大部分時候都是正常的 但是偶爾呢 都會產生一些不正常的細胞的 不正常的細胞 如果不在早期 讓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控制的話 如果它不受限制的生長的話 就有機會變成癌症了 所以我們的免疫系統 其實是一個自我保護的作用的 它保護我們 令到我們在癌細胞 剛剛產生的過程的時候 已經幫我們消滅了它 綜合了它 令到我們不會變成癌症的 那意思就是說 免疫系統其實對於抗癌 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免疫系統有好處啦 但是免疫系統也都可以製造問題的 那我想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每一樣東西 其實我們的身體的健康 是真的一個平衡系統來的 免疫系統如果出了問題的時候 也都可能會產生很多的問題的 最簡單的就是過敏反應 過去那兩三個星期 我有很多病人都來找我 因為他們 不好意思 那個女兒來找我 Hello Ellie 你回去找爸爸好嗎 你和大家說嗨 你好 你好 是的 OK 好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女兒是很八卦的 很喜歡知道 爸爸媽媽要的什麼 我先關門 先關門 經常都有這樣的情況 有常常在家裡見一些病人 那女兒都很想走來 跟那些病人說嗨 通常我被她說嗨 就會叫她走的 所以不好意思 剛剛耽誤了大家一分鐘 這裡剛剛講的就是一個過敏反應 過敏反應 過去兩三個星期 不知為什麼 尤其是在我住這個附近 在克萊塚這裏 好像這個過敏反應 是比較厲害些 可能因為天氣變 所以很多病人都有很多的花粉症發作 其實花粉症 烤喘 最簡單的蚊叮蟲咬 就是我被蚊針了一下 是不是腫了一塊 其實那個的反應 都是我們免疫系統給我們的反應 藥物反應 就是藥物過敏 或者吃了藥之後 有些什麼不好的反應 皮膚出疹 這些全部 其實都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製造出來的問題 自體免疫病 自體免疫病 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 其實它很想正常這樣運作 很想去找出一些不正常的細胞 找出一些不屬於我們身體的東西 消滅了它 讓我們健健康康 但有時候它會誤以為 一些我們正常的東西為不正常的 譬如最好的想法就是 就是我們很有一個自我保護 或者防衛的意識 所以如果有人 有警察進了你家裡的話 你會保護你自己 想打他一生 但是有時候 不幸運 那個原來不是賊 原來是你的兒子 你打了他一生 那他是不是很無辜的 這樣就受到傷害了 其實就是一個免疫系統 它不停地很想幫我們去維持我們的平安 但是有時候它確實都會有出錯的機會 那自體免疫病呢 其實有幾個可能大家都有聽過的了 譬如是紅斑濃瘡 紅斑狼瘡 或者是 雷鋒濕的關節炎 這些都是屬於一些的 是自體免疫的病 那使到 免疫系統變弱 或者是變亂的原因 那有很多東西就是 譬如自體免疫病 確實都有一些 遺傳的因素進去 但是不是說 100%遺傳的 意思就是不代表我爸爸有 或者一定有 我媽媽有 或者一定有 其實有很多後天的因素 那在這裡 我其實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這裡就是 略略地去說幾樣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說一些 或者是 我們知道了 對我們的幫助 或者可以去避免的一些原因 那第一樣 其實之前都說了 健康的生活習慣 那濫氧藥物和酒精 確實是會削弱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所以這件事情 就盡量要注意了 有些病人有慢性的疾病 譬如糖尿病 癌症就沒得說了 有兩方面的 一個就是自體免疫 本身已經出了問題 二就是很多時候 醫治癌症的時候 本身也會削弱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愛滋病 和自體免疫的病 我這裡特別想說糖尿病 因為糖尿病其實都挺常見的 那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想好好控制糖尿病 因為糖尿病 不僅可以影響到我們身體的器官 包括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神經 增加了心血管病的機會 影響 增加了腎病的機會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血糖控制得不好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很明顯 那很明顯 那些降低免疫系統的藥物 譬如雷固醇 或者是一些化療 電療 等等的情況之下 都會降低了免疫系統 那有些人可能是 天生沒有疲藏就比較少的 但可能後天 譬如意外 或者是手術的需要 他割了一個疲藏 疲藏 如果沒有了疲藏 他確實是削弱了我們一些很獨特的抵抗疾病的能力 特別是某一類型的細菌 而增加了我們有腦膜炎和肺炎的機會 所以這類型的病人 我們是額外 要給他多一些免疫的幫助 包括打一些特別的疑藏針 在我說最後那件事的時候 我展示了這張照片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 影響我們免疫系統 一個最大的原因 而我們是可以控制的原因 就是壓力 壓力是影響到很多東西 當然在我們身體裡面 壓力怎樣可以影響到我們免疫系統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一件事 所以在今天 我覺得沒有需要去令到大家那麼悶 去了解一些那麼複雜的情況 但你可以想像就是壓力會影響到我們很多方向 包括是我們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我們不同的賀爾蒙 包括是一個腦部的賀爾蒙 我們身體賀爾蒙 和我們器官的運作的平衡 都會因為壓力而受到影響的 所以平衡壓力就變成了 我們身體健康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那這個都帶出了 怎樣強化你的免疫系統呢 這樣 其實都講了健康的生活習慣 就是說 不要做一些會不好的東西 就是不要吃一些不好的東西 比如吸煙啊 或者是不要喝太多酒啊 這樣 就是做足夠的運動 足夠的運動幫助我們新陳代謝 也都會對我們的免疫系統呢 是有一個正面的作用的 一個健康的飲食 是不是足夠的維他命 剛才講了 太多不好 但是要足夠 足夠的維他命對我們的免疫系統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健康的生活習慣 也都包含了這個作息的定時 那所以是每一樣東西都要做 如果我們可以盡量去做一個最好的平衡的話 對你的免疫系統會有最好的幫助的 那另外我鼓勵大家呢 就是定期去做健康檢查了 因為我們可以找出 如果我們有病的話可以盡早治療 譬如糖尿病 在家裡的時候其實是沒有症狀的 到一個人真的很有症狀的時候 去看醫生的時候 通常那個糖尿病都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盡早 如果我們做有定時的身體檢查 可以找出我們身體有什麼毛病 那我們可以盡早去治療的話 就可以預防到 因為這些的毛病 而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影響到我們的系統 最後在這裡我想給大家一個印象 就是一個天平 是一個平衡 那因為其實平衡 不單止是平衡你的飲食 不單止是平衡 剛才所說的營養 還有平衡你的壓力 和你的工作量 這個是我尤其是在 就是這兩年 其實在COVID的情況之下 我發覺壓力的平衡 和工作量的平衡 都變成更加困難 有很多人在家裡工作 所以變成其實是沒有分一個工作時間 每天都會要工作 那個壓力增加了 無論是外在 是不是生理上面 對於身體的平衡 就是身體那個健康 或者染病的這個機會的那種擔憂 或者是因為這個生活習慣改變 因為這個社區隔離 而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其實都大大增加了一個人的壓力 今天所說的 其實是 最主要就是我們在說 健康和平安 因為我們想要一個美好的人生 那從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一個美好的人生 是包含了一個sense of well-being 和peace of mind 再加上一個健康的身體 意思就是說我有健康的身體 我感覺到我有健康的身體 確實令到我會覺得平安 但是同一時間 其實心理上面的平安 都是很重要的 剛才我講的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針對我們肉身的平安 我們的免疫系統 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的心理 和我們心靈上面的平安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那在這裡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故事 很簡單很快地去講 那我第一個想分享的就是 或者大家都有共同的經歷 你身邊都可能有同樣的情況 那這個 我們譬如疫情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為了保護病人 保護病人和醫護人員 我們都會盡量減少了 不必要去叫病人進來醫院 或者診所的機會 就是說如果病人沒有一個必要性的話 我們都盡量用一些 譬如可能視像的方式 和病人去溝通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多了這個 視像的約定 那我記得當時大概是幾個月前 就是我們的疫情已經過了一年半了 那我有一個病人 他定期要做身體檢查 因為他有吃血壓藥的 那我就跟他聯繫 我們就安排了 去做這個視像的一個約定 那他一見到我的時候 他就很興奮地跟我說 哇 醫生太好了 我見到你 我很掛念你 很久沒見了 那這個病人我都認識了很久 我們都有很好的關係 那我見到他這樣 我當然很開心 同時問他怎麼樣 然後他立刻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醫生 在過去的一年半 我只是踏出我家門口三次 那三次就是打那三支COVID的針 其他時間 我就只留在家裡 我說家裡什麼壞了 我都不整了 我吃東西 我叫那些人送到 去我家門口 我還要遠遠地看他走了 等一會兒我才敢去開門 然後戴了手套口罩 然後拆了東西 逐件逐件搬進屋 你說我多麼注意 但是我們聊一聊的時候 發覺這個婆婆 她不單止是這樣的 她還要是連家人 她都不敢見 就是說過年過節 她都是自己一個人過 再聊下去才發覺 其實她很抑鬱 其實她很悶 其實她很不開心 但是這個情況 其實不是只有她 我發覺我很多時候 跟病人聊天 即使他們是沒有去到 這麼極端的情況之下 完全不見人 但是其實他們都會很擔憂 即是他們每一次出家去買東西 都會很擔憂 或者是如果他們 有些家庭聚會的時候 他們甚至會跟我說 醫生 我說醫生 我的女兒要我去見她 因為我的孫子出生了 我都沒見過 但是我很害怕 我又很想見我孫子 但是我又不意思 跟女兒說不想去見她 因為我很怕出去之後會有病 其實當我們的擔憂 去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已經不是單單影響到 我們的生活的方式 其實已經很影響到 我們心理的健康 第二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或者是有感受過的可能 或者是你有親身的經歷 我有個病人 他其實很健康的 三十幾歲 他已經很多年了 他的腹部 每個醫生跟他做過檢查 怎麼按他都按不出 有些什麼事 照過很多次 距離見過的時候 已經照過胃 照過腸 照過CT scan 照過超聲波 基本上 專科已經跟他說 可以做的 就是驗過血 可以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做了 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你這個筒是跟任何突然驚的事情 包括長期的驗證 或者癌症有關係的 但是這個病人仍然很擔心 他就是見我 他就問 你看看我做過這麼多事情 但我還是很不安樂 因為這個醫生 最後跟我說了一句 那個CT scan 是可以照到癌症 但如果癌症是少於1cm的話 有可能那個CT scan照不出 我一聽到這句 我就整晚都睡不著 一直都不安樂 我覺得他有什麼 他怎麼可能說 一定肯定到這個不是癌症 那在醫學角度來說 如果一個一樣的病徵 經歷了很多很多年 照過很多次的CT scan 都沒有照到出 有任何的癌症 或者嚴症變化的話 就是說 這個是癌症的機會 是絕對 基本上是極少的了 因為癌症的定義是什麼 不正常的生長 那如果要定義一個癌症的話 這麼多年了 五年之內 怎樣 就算他當時只有1mm 現在都變成1cm 當然我了解他的擔憂 那我就盡量聽他說 然後跟他解釋 其實那個醫生呢 雖然有說到這句 是因為他要將每一個事實 跟你說 如果你問他CT scan 有沒有一些東西照不出的時候 他是要這樣跟你回答的 但如果你做過這麼多次的CT scan 都照不出來的話 其實會是這個癌症的機會 真的不大 那我當時跟他解釋了 他是安心了一陣子的 但是過去兩年呢 他出了Kaiser 再回來見我 在外面的醫生 又跟他做了一次搶鏡 又跟他做了兩次CT scan 同樣地 一樣的結論 就是說他這個 不是一些得人驚的事情 其實他這個情況 是叫做abdominal wall pain 其實是一個 肚皮的神經 是特別的敏感 所以令到他某些動作的時候 會感覺得比較明顯些 但是這一種的情況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任何的檢查 可以證明有這個 因為這個是一個 Diagnosis of exclusion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只可以告訴你 你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沒有一個測試 可以測出來說你有這個 那這個病人 醫生建議他 不如你試試吃一個 療程的神經藥 看看會不會減少神經敏感 那就同一時間 可以證明是這個 但病人覺得 我這個不舒服 暫時而已 沒有藥需要去吃藥 但是同一時間 無論怎樣去證明都好 他都沒有辦法安心 他這次又回來見我 我又再跟他看一次他的報告 然後我看著他 我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掌握 每天早上我看著 就像一塊鏡一樣 他從頭到腳可以幫我掌握到 然後跟我說 那醫生你今天沒有癌症 而這件事是100%準確的 你說多好呢 但現實上 我們確實是沒有這樣的確據 至少在醫學上面 我們沒有這樣的確據 但我們可以說的就是 在我們的認識 和現在的科學的水平裏面 你這個情況 確實不會是一個癌症 我說完之後 他看著我 跟我說 還有些什麼檢查我可以做 那剛才所說的分享呢 都是一些 就是無論 就是一個 外在環境 沒有證據證明 你有肉身 或者是生命的危險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我們真的很擔憂的時候 如果我們內心是沒有那個平安的時候 無論怎樣都好 都沒有辦法 可以令到你有安心 有一個美好的人生 然後我就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做醫生其實最怕 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跟病人說不好的消息 意思就是說 我最怕 其實我也很怕的 要跟病人說他有癌症 這個是一個很沉重的一件事 是一個很有份量的一句話 因為我說了之後 那個病人的人生軌跡 就會完全不同了 所以其實對於醫生來說 都是不容易 那最後一個機會 我要跟病人去說 那病人來看我 那根據他的徵狀 我們做正常的檢查 檢查出來證實了有癌症 那而且這個癌症 都是比較後期的 那我記得當中 我們一直都有聯繫的 但是因為我現在得到 最後一個報告了 那我需要跟病人去聯絡 幫他安排下一步 跟他解釋的報告 那通常我做之前呢 我自己就會坐下 那我在基督徒 我通常就會簡單 就是安心自己 就是靜靜我自己 做一個企圖 才去叫病人 因為我最不想的 就是說我自己很趕 然後一打去 這些情況之下 是不可以開門見山的 你不可以一打去 就跟病人說 是 你好 你有癌症 這個做法是絕對不合格的 那所以作為醫生 我們都其實我們自己都知道 應該怎麼樣去慢慢去解釋 給病人聽 去告訴他這個不好的消息 但是這次的這個對答 給我來說是一個意外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我好像平時這樣 我會跟病人說 就是確保他現在平安 安全了 不是在開車 有機會坐下 我這樣用去 確保他的環境 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時候 病人已經意識到 我將要講一件比較嚴峻的 在我還沒開口說的時候 病人就跟我說 醫生不要緊的 你是不是想跟我說 我有癌症 那一刻呢 我是有點惡言的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 病人都不會很想 聽這個字 更加不會自己拿出來說 更加不會先安慰了醫生 跟醫生說 不要緊的 你跟我說 好少 不是沒有好事 在我們談談的過程之中 他跟我說 其實他自己都有心理準備的了 那他已經有一個 他是外國人來的 他說 I live a great life 就是我有一個很美好的人生 他自己是一個基督徒 他身邊有很多 很好的弟兄姊妹的朋友 和家人 而且他都知道人總會走的 他相信神會有他的安排 所以這次發現了出來 他要做的事他會做 但是他同時間會有一個平常心的去面對 其實聽了他說的時候 我當時是很感動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做醫生 尤其是在這樣的情況 我跟病人去談的時候 我預計了我要去鼓勵和安慰病人 而很少是病人都安慰我 那一刻我感動到我有少少想哭 他跟我說 因為他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他就說 醫生你最可以幫我做的事 就是為我祈禱 然後我跟他說 我一定會為你祈禱 其實在做了這麼多年的醫生 我2005年醫學院畢業到現在 話長不長話短不短 當然也都經歷過很多不同的例子 但是我發覺很多時候病人都給到我驚喜 都會令到我出乎我的意料 很多時候都是他們給到我那種 出乎意料他們的平安 而令到我是很感動 那在醫學角度來講 其實有很多的研究都說 宗教信仰是對於一個人的心理健康 尤其是正面的宗教信仰 一個正面的一個價值觀 是對一個人的心理健康是很有幫助的 甚至可以比美一些的療程 甚至是藥物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真的很有力量的一件事 而我作為醫生我自己的經歷 好像剛才所分享到 我都真的見證過很多病人 讓我看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而十居其九 我這些病人都是基督徒 所以今天在這裡我和大家的健康分享 我希望我所和大家分享的健康知識 對你們有幫助 同一時間我很鼓勵你們 不是單單去追求一個肉身的平安 也都希望你們能夠追求一個心靈的平安 讓你們可以真正的擁有美好的人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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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大家好 好開心 在這裡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很想今晚 和你去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剛剛這個危醫生和我們分享到 健康加平安 等於美好人生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有健康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夠有平安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個美好的人生 是不是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就是 耶穌在兩千多年前來到這個世界 他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對你和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耶穌說 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原來耶穌來到這個世界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給你和我 有一個豐盛的生命 你想不想要一個豐盛的生命 各位朋友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先 豐富的生活 和豐盛的生命 一不一樣 再聽多一次 豐富的生活 和豐盛的生命 一不一樣 豐富的生活 其實是指到什麼呢 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豐富的生活 就是可能你擁有很多物質的東西 譬如你住一間很大的屋 你駕駛很漂亮的車 你每天都可以吃漂亮的東西 貴的東西 是不是 你用的東西都是名牌的東西 這樣子 當你擁有這些一切豐富的時候 是否等於你很快樂呢 有些人說 其實也不一定的 我聽到有一個朋友 他說 我朋友最近買了一個枕頭 你知道多少錢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買一個這麼貴的枕頭 他說 我朋友買了一個一千塊的枕頭 我想一下這個枕頭有什麼特別呢 是不是這個枕頭呢 買了回來 晚上睡覺 每晚都睡得很好 很舒服 睡得很軟 你不會失眠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心微笑 就算你買一個一千塊的枕頭 也不代表你每晚一定睡得很好 是不是 你天天大魚大肉 都不等於你會很開心 以前在香港有一段時間 樓市股市升得很厲害的時候 哇 很多人買股票 賺很多錢 以前香港人有句話 哎 魚翅朗口 哇 多豪氣 用魚翅去朗口 是不是 各位朋友 我們有 如果生活很豐富 你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是不是等於你一定開心 我相信你心裏面 又會會心微笑 你又會想 哎 都不一定的 是不是 各位的朋友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句這樣的話 中國人呢 就有一句這樣的話 說呢 零食開味粥 就不吃愁味飯 有沒有聽過 零食開味粥 就是寧願吃一碗粥 但是開心的 都不吃一碗飯 但是呢 哇 說難聽一點 每隻骨落的 是不是 吃得不開心的 你都覺得 哎 就是說呢 寧願 就是以前 就是我小時候 都是很窮 住一間很小的地方 我和我舅父那個家庭 一起住 兩個家庭一起住 我舅父又有幾個子女 那我們呢 兩家人存在一間屋 很小的 但是呢 我們很開心 但是呢 我和我的表弟表妹呢 就是 哇 小時候一起玩 一起成長 覺得很開心 但是呢 我發覺到呢 現在呢 我們人大了呢 就是可能住一間屋 就是大一點 但是呢 他是呢 沒有以前這麼開心 不知道你 同不同意呢 我們擁有的東西多了 物質豐富了 但是不等於呢 我們的心靈呢 我們是開心了 耶穌 他要來 不是給我們有 豐富的生活 耶穌來 不是要給我們有豐富的生活 耶穌說 他來是要給我們有一個豐盛的生命 什麼叫做豐盛的生命呢 就是你的心靈裡面 是能夠有一種滿足的 你心靈裡面呢 是能夠有一種快樂在裡面的 這個呢 和你愛在的環境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就是你窮也好 你沒有錢也好 你讀書不太多也好 這個沒有什麼關係的 耶穌來 他就要給我們有豐盛的生命 今天我們這個聚會講的題目就是 健康加平安 等於美好人生 多謝藝醫生給了很多的提示 我們怎樣能夠吃得健康 我們能夠怎樣去注意我們的生活 飲食 我們能夠更加的健康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做齊這一切的事情 都不等於我們一定會有健康 以及我們打齊了三支針 都不等於我們一定會有平安 香港現在很多人打了三支針 都有很多人做招 其實生命真的不是掌握在我們的手裏面 健康平安 我們很想擁有 但是也不是我們一定能夠擁有 今年年初 好像年初不到 我就收到我香港一個表妹 其實很少見面的 不過很間中我們會WhatsApp 她就發了一個信息給我 她告訴我 我另外一個舅父的兒子 大兒子 都是我表弟 她年初四 突然間撤死了 我這個表弟 其實她一向都是很健康 沒有什麼病痛的 她還是附警 所以她經常都做運動 很健康 但是突然間撤死 整個家人都很傷心 很難說 她有五個妹妹 即是我有五個表妹 我這個舅父 她有六個子女 我也是很難過 其實這個表弟我很少見她 因為我來了美國 就算有時候回香港 匆匆忙忙 沒有什麼機會見面 我想二十年來 我們都沒有見過超過五次 這個表弟 但是我聽到也覺得很難說 各位朋友 其實 生命真的不掌握在我們的手裡面 健康 平安 美好人生 你想不想擁有 不是我們想擁有 就可以擁有 但是現在耶穌說 他來到這個世界 他曾經來到這個世界 他就是為了要給人有封聖的生命 原來封聖的生命 其實跟美好的人生很相似 封聖的生命 原來在耶穌裡面才得到 耶穌知道 在我們人的內心裡面 有很多很惱革的事情 我們自己處理不到 各位朋友 我們苦心自問 我們心裡面有時候有沒有些 小小的貪心 小小的自私 我們有沒有小小的驕傲 或者我們有沒有曾經說過 小小的謊話 如果你是一個誠實的人 我相信你會知道怎樣回答 我們知道我們人 其實我們不是無瑕無痴的 我們每一個人 內心裡面都有一些 不見得光的事情 或者都有一些 骯髒的事情 其實這些的罪 會令到我們心裡面 會不安 會沒有平安 我們說 我們的情緒 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是不是 其實甚至到 當我們人 不處理 不面對自己內心的世界 我們怎麼會快樂呢 甚至到我們將來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怎麼見到這個上帝呢 耶穌說他來這個世界 是要給我們有封聖的生命 是什麼意思呢 聖經裡面 常常會用兩個字去形容 耶穌為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代替 代替 人今天做錯事 人犯罪 但是耶穌 他願意代替我們受罰 代替我們受罪的刑罰 我們願意信耶穌 我們願意在祂面前承認 我們是一個有瑕疵的人 是一個不完全的人 我們願意 將我們的罪交給祂 求耶穌寬 我們願意將我們的生命 將我們的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 讓祂成為我們生命的主 無論環境有什麼困難 祂都會帶領我們 保守我們 我們內心因為有耶穌 我們有平安 我們有滿足 這個就是一個封聖的生命 這個封聖的生命 不受愛在環境的影響 而是我們能夠 是可以有力量面對困境 有力量愛那些有需要的人 或者我們不喜歡的人 我們靠著耶穌 我們可以這樣去做 各位朋友 今天很開心 我可以在這裡和你們分享 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穌沒有 或者在我們當中 也有很多的基督徒 很想和大家一起做一個祈禱 如果 如果你是未相信耶穌 你今天很想得到耶穌 要給你的一份很珍貴的禮物 就是封聖的生命 如果你想得到的 你可以跟我一起做祈禱 我講一句 你跟我講一句 我慢慢去祈禱 我講一句 你跟我講一句 如果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基督徒 你以前回過教會 但是你現在沒有回 或者你一直都有回教會 不過 你沒有將你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 你沒有真正以耶穌 成為你生命的主 但是你今天 你願意將你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 你都可以跟我一起做這個祈禱 我會在祈禱裡面說 我們願意打開我們的心 邀請耶穌進入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願意將我們的生命主權交給祂 如果無論你相信耶穌 或者你相信耶穌 你可以跟著我一句一句 來做祈禱 好嗎? 我們一起低頭 我們一起來做這個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你 因為你愛我 你願意為我的罪 犧牲受死 我感謝你 求你歡恕我的罪 求你潔淨我的內心 我現在 真心誠意向祢討 我現在 願意打開我的心門 邀請主耶穌 祢住在我的心裡面 你成為我的神 你成為我的救主 你成為我的救主 你成為我生命的主在 我願意將 生命的主權交給你 一生跟隨你 一生跟隨你 以你成為我的神 一生都不改變 求你誰聽我的祈禱 奉主名頭 阿門 各位朋友或者大英小妹 如果你剛才有跟我做這個祈禱 耶穌現在就在你的心裡面 剛才我們說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祂 今天你第一次做這個祈禱 請你找回你身邊的基督徒朋友 幫助你繼續去認識耶穌多些 以及帶你回教會 好嗎? 願耶穌祝福你們 拜拜 我們很感謝梁全道的分享 謹記住 如果你才有跟隨他的祈禱 那你記得跟隨他的提醒 就是找回你身邊的基督徒朋友 來幫助你去認識更加深的信約 好嗎? 那我們接下來是Q&A的時間 那我就想大家可以開咪一下 那如果你是心裡有些什麼問題 無論是信仰的問題 或者是健康方面的問題 我們都盡量去回應你的 那大家開咪一下 即是即場問好不好? 那開咪一下 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有 我有個問題打了入席 喔 打了席有個問題 先 看不看到? 謝謝 我問的是Body Inflammation 因為在Pancreats那裡有個Calcification 還有腋膜也有瘋狀 我想問與身體有關 我先了解你的問題 醫生跟你說有瘋狀在胰臟和腎臟 你的問題是問食維他命對你有幫助 還是問題問你可不可以食維他命 我想問與身體有關 或者是什麼導致有什麼幫助 首先要說一句 我不知道你這個胰臟是屬於簡單的胰臟 所以這個答案其實比較複雜 你最好確實應該問你的醫生 但是我這樣大體來說 我們身體很正常地都會產生一些瘋狼 這個狼狼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良性的 胰臟的狼狼比較需要更多的跟進 所以我想在這裡可能就不太適合大體去說 但是其實這些瘋狼一般來說在西醫的角度 都跟炎症是沒有關係的 炎症就是炎症 炎症是什麼呢?就是譬如我喉嚨發炎的時候 會腫脹痛 或者是我的肌肉筋骨那些會腫脹痛 那這些炎症所引起的 或者我們細菌感染病毒感染的時候 我們會身體增加了一些癌症 癌症它本身是一個機制系統來的 在我們的生命中 它的存在的作用就是 希望藉著增加了這些癌症 可以更多的 拿多一些白血球 幫我們去對抗一些 我們應該對抗的 是我們免疫系統本身的一個系統來的 在我們免疫系統工作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的一個程序來的 應該這樣說 很多時候現在坊間會說一些叫做 抗癌症的飲食 其實抗癌症的飲食 跟我們這些身體 就是對抗免疫系統疾病的嚴正 其實又不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因為有很多的另類療法 或者有很多時候 我們除了西醫之外 我們額外現在開始意識到 原來我們的免疫系統 除了這些這麼大範圍的工作 就是當我們抗病或者抗癌的情況之外 其實我們的免疫系統 亦都會因為很多外在的因素 而有時候會稍微過度的活動 而增加了 令到我們身體感覺到 好像一些炎症類似的反應 但是狼腫不是因為炎症引起的 一般來說都不是 但是醫學上面沒有0和100 所以你把我放在一個比較困難的位置 但是我應該這樣說 就是一般來說 如果你去譬如有時候照身體 然後照出來的醫生跟他說 你的腎有一個狼腫 這些狼腫一般來說是屬於良性的 和他們其實跟我們的嚴症沒有關係 同樣地來說 食維他命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會減少了你產生這些狼腫 或者是幫你令到那些狼腫退去的 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維他命對於狼腫應該沒有什麼幫助 這樣回答吧 好嗎 剛才所說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了解 因為在座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什麼狼腫 是什麼狼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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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消炎的意思 那麼那個腎腫又是什麼 慢性的炎症有可能會令到你的腎腫有蓋化的跡象 很多時候當我們曾經患過炎症的時候 炎症過了之後 因為那個炎症所引起很多身體的這個免疫系統的反應 令到我們會產生了之後的蓋化 這個蓋化不單單會在Pancreas那裡 也都可能會影響到不同的地方的 甚至你其實關節炎來說 你看看你的關節 都是關節中間的那個骨質的真身 其實就是蓋化 那就是說任何曾經有過的炎症 都可能變成蓋化的 但是因為胰臟是一個很獨特的器官 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們不可以在這裡 我不可以在這裡給你安心 這件事情我最好來跟你的醫生談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嗎? 你好 我也有一個問題 今天很幸運 聽到藝醫生的講座 我是這樣的 我今年就42歲 由於有很多COVID-19之後 我就沒有去檢查身體兩年了 我今年一月份才夠膽去檢查身體的 很少血 我抽到十幾瓶血 又驗大便驗尿 又照B超 什麼都照過了 基本上可以驗的東西都已經驗過了 最後什麼結果都沒有 B超前天就拿了結果 好幸運都沒事 但是三月份就沒有邱門螺旋幹菌 我立刻吃了14天的藥 按照醫生 吃完之後 再去檢查 不是應該是一月份吃藥的 應該是三月份再去檢查 還有 這樣大概一個星期之前 我就覺得整天噁 整天噁 我已經講到給醫生聽的了 我想現在你了解一下整天噁 那跟邱門螺旋 是有沒有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的呢 還有我想了解一下邱門螺旋菌這種病 為什麼我吃了14天的藥 為什麼還有呢 非常好的問題 邱門螺旋菌其實是不屬於一般健康檢查會做的 但是當然如果你有任何的腸位不適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 因為我們的飲食習慣 意思是如果我們家人是有邱門螺旋菌 那確實增加了我們患有邱門螺旋菌的機會 那邱門螺旋菌是一種 先解釋了是什麼 給一些大眾可能未必有 未必很了解 一般螺旋菌是一種細菌 它特別喜歡生長在酸性的環境 所以因為我們的胃是酸的 正常來說 所以它就會生長在我們的胃 就不會在身體其他地方 一般來說 那一般螺旋菌 它可以潛在在我們的胃裡 長年、內月甚至幾十年 意思是我們上一代再上一代 其實可能它們帶粉 它們就以為自己的腸胃不好 沒有特別去不知道有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的飲食習慣 我們經常未必會使用公筷 尤其是我們家人吃飯 我和我家人吃飯 我都不用公筷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其中一個人 有邱門螺旋菌 接觸到 便會吃東西 那這個邱門螺旋菌 因為它是比較環固的 剛才說了 它喜歡在酸性胃的環境之下生長 所以當你要殺這個邱門螺旋菌的時候 那十四天是一個正統的做法 而同一時間 你是在吃一種控制胃酸的藥 這個控制胃酸的藥 令到你的胃酸減低了 令到你身體容易殺這個細菌 其實就是這樣 那大概你吃一個十四天療程的藥 你好到的機會是八成 大概有兩成 這個是大概的 不可以說一定的 大概來說 有兩成的病人 他剛才吃完這十四天的藥 都未必是跟致到的 那就要視乎你胃的環境 如果你胃的環境 非常適合這個邱門螺旋菌去生長的話 你就反正去殺他 是不是 所以你的醫生可能就需要 為什麼 你通常過一百個禮拜 你再檢查一次 那你的醫生就會再根據你的檢查結果 看你需要不需要再吃多一個療程的藥 去幫你殺了剩下 那你剛才說的另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剛才說的另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臥氣出來的 臥氣這件事其實是一個胃功能的問題 那所以你剛才問這個問題是非常之好 但是反而就沒有一個很直接的答案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一個臥氣是一個胃功能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的消化系統 你的胃的餘動 意思就是說我吃了東西下去 經過我的食道去到我的胃 再去到我的腸 這個是一個方向的嘛 但是人不是每樣東西都這麼完美的 意思就是說 尤其是我們的胃腸道的功能 都會受到很多的影響 包括壓力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現在很緊張 我講這個廣告是不是 我可能會有些胃不舒服 反胃的感覺 因為我的胃的功能停滯了 那這個就是因為壓力所引起 都會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因素 意思就是說如果有一個病人 他的胃腸道的功能不是那麼好 令到他的食物進去的胃之後 沒辦法很快這樣消化了 然後通過腸去到大腸排出來 而這個這樣的一條龍 這樣不是那麼順暢的話 那很多時候你的胃就會有滯住的感覺 甚至會有餓的胃氣出來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的食道和你的胃中間 其實也是有一個噴門 即是有一個門在那裡 那如果你壓力大的時候 這個門容易開 即是生得不那麼緊的話 就有胃酸倒流 而且也會容易出胃氣 是的 跟我們飲食的方式 也有關係 很多比較複雜 真的飲食的方式 如果你吃東西的時候說話 我們喜歡喝熱的湯 你吞了一些氣下去 因為又會多些氣出來 所以有很多因素 但是我們知道 如果一個人有幽門螺旋菌 會影響到胃功能 因為影響到胃功能 就令到你更加容易 有剛才所說的功能上面的不正常 包括熱的氣出來 唯一可以知道 在你這個獨特情況之下 是不是因為有幽門螺旋菌 而令到你更多了胃氣 唯一是我們要先跟著你的幽門螺旋菌 即是說 當你再吃了 假設你吃了第二個療程的藥 你過了一段時間 你其實 譬如很簡單 你吃完第二次的日 你已經發現胃氣好像真的沒有那麼多了 接著你再驗多一次大便 那你就很確定知道 你這個幽門螺旋菌 和你的胃氣是有關係的 但是如果你吃了第二次療程的藥 醫生還證明你已經沒有了 但你仍然會有胃氣的情況 這個胃氣的情況就是一個功能上的問題 就不是因為幽門螺旋菌所引起的了 胃氣本身有胃氣可以處理的方法 我再說一件事 不一定代表你要試的 但是在西醫的角度 我們確實有時候會鼓勵病人去試一下 一隻叫做Ibgard I-B-G-A-R-D Ibgard 其實它就是一個薄荷的提取物 Peppermint 薄荷它會幫助你放鬆你的胃部 令到你沒有那麼多的脹氣的感覺 如果有些病人真的沒有其他的問題 而只是有脹氣的問題的話 可以考慮每一餐 尤其是你吃得比較豐富的一餐的時候 可以再加這種Ibgard 在一般的藥房 Amazon也有得賣的了 就是叫做Peppermint oil 薄荷的薄荷 OK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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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我幾年前 2017年 有三個拋產 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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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經常發生 有時都很痛 我想問一下 這個後遺症 會不會跟著 或者需要吃什麼維他命 或者什麼去緩解一下 非常好 非常好 不要客氣 非常好的問題 這個應該是大臟拋診 我們英文叫Shingles 大家也有聽過 大臟拋診Shingles 也是科普一下 大臟拋診 其實就是一個跟我們水痘的病毒 同一樣的病毒 很多時候 現在下一代幸福一點了 他們有得打水痘針 他們不生水痘 就不會需要擔心大臟拋診 但是我那代 或者再上一代 我們都當時 我們小時候 我在香港的時候 是沒有水痘針 意思是 我小時候 我也有吸收水痘 這個水痘的病毒 我過了之後 我不會再生水痘 但是水痘的病毒 會留在我的神經末梢裡面 我們叫做Nerve glandium 神經末梢裡面 它在某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的免疫系統 不夠力 壓制它就會發出來 就會沿著那一條神經 去長出好像水痘這樣的診 我們就叫它做大臟拋診 所以這位女士剛才所說的 就是這件事 大臟拋診其實會好的 本身那種診 就是過去幾個星期 就自己會退的了 吃不吃藥 都會退的 但問題就是說 退了之後 因為它這個大臟拋診 發出來 引起那條神經的炎症 神經發過炎之後 可能受過傷害 所以變成了 我們有叫做 Post-Hepatic Neuralgia 就是大臟拋診之後 後遺症 是一種神經痛症 這種神經痛症 是非常難受的 它有時候 每天都不同的 有時候難受些 有時候沒有那麼難受 那麼 在我們的醫學角度來說 我們確實知道 就是時間 確實都是一個治療 就是時間是一個最好的治療劑 意思就是說 給他多一點時間 確實有機會 令到這個神經的感覺 慢慢慢慢好的 因為我們身體有自己 復原的機制 但是神經的生長速度 是極度慢 就算一個最健康的年輕人 他的神經的復原速度 一個月不會多於一個CM 那就要視乎你那大 那條神經多長 是不是 還有要視乎你身體的免疫系統 所以先回答你的問題 確實有機會你再給點時間 三年之後我們再談 六年之後我們再談 可能會慢慢慢慢弱一點的 但是你說 我有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三年之後會好多50% 六年之後會好多25% 這個我確實沒有辦法可以回答你 至於你說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特效 就是喝了什麼維他命 或者補充劑吃了 可以對這一類型的神經痛 有特殊的療效呢 剛才我也有大概說過 有些人偏頭痛 他們是會吃尾 還有有可能可以吃到維他命B2 這些在這個帶狀拋診裡面 其實沒有一個證據證明 他們有特別的療效 很不幸地是因為帶狀拋診 這個情況很特殊 因為他的神經已經受了傷害 所以引起了痛症 所以變成我們額外再補充多一點的時候 似乎沒有特別可以幫到 讓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可以復原得再快些 這個也是剛才所說的 基本上那個原意就是說 額外的幫助很多時候都沒有 反而是那兩個特殊的情況之外 很多時候我們吃多些的維他命 其實都沒有證據證明有額外的幫助 不過如果你是有可能缺乏維他命B 尤其是B12 維他命B12是對神經是有幫助的 也都會幫到神經的復原的 於是如果有些人有些神經痛症 如果他們是缺乏維他命B12的話 補充回維他命B12 是對於他們的神經的療 神經的系統是有療效的作用的 所以這位女士你可以考慮一下 試一試維他命B12 如果你真的很想嘗試的話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維他命B12其實都是很安全 它都是水溶性的維他命 只要你不吃太多 即是每天你吃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500至1000的微毫克 即是500至1000的微毫克 即是500至1000的微毫克 應該都沒有什麼害處的 但是那些小片可能會變黃些 不過在你吃之前 我覺得最好都是問一問醫生 起碼確保你吃了之後 不會對你的身體有什麼不好的反應 或者你沒有吃其他的藥物 是真的不適合吃的 所以先問一問 但是B12是一般來說 在我們正常情況 覺得對於神經會有幫助的一個維他命 謝謝 謝謝 時間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 我可以問 我問了 我舉了一手 是啊 他舉了一手 是啊 是啊 我在這個疫情裡面 輕了4-5磅 但是今年來說 本來我108磅 現在剩下1023磅 今年輕到由年頭至現在輕了3磅 其實那個人沒有什麼健康上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就發覺好像有些叫肌小症 就是肌肉好像很少 是啊 好像少了 大腿啊 小腿那些 手啊 那些這樣 有人說叫我買一些叫做蛋白粉 蛋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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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增加肌肉 是不是 這個呢 永遠都是一個平衡 這個問題又更加複雜些 你的年紀應該都有四五十以上 我看你的樣子 是不是 不只 六八歲 不只 不只 所以變成你的 其實是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當我們身體 譬如我們減磅 可能你是想減磅的 假設 我不是想減磅 OK 如果你不是想減磅的話 你最好都是 首先 你見到醫生做個身體檢查 確保你沒有其他原因令你減磅 當然幾磅 其實一般來說 不構成什麼大問題 也不會是 我不是擔心癌症 那些事情的 但是你有很多原因 是的 或者你先檢查一下你身體的那個 就是身神代謝的功能等等 最重要是確保 沒有其他原因令你減磅 那假設我們是 真的想增磅 就是增肌 其實你現在的問題 增肌是增肌 假設你沒有任何的原因 只不過是可能最近疫情 吃少了東西而已 不少人都是這樣的 疫情可能影響到他們 飲食上有些改變 或者他們運動上有些改變 所以變成他們的肌肉活動 沒有以前那麼多 所以變成呢 當他們減少體重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繼續鍛鍊你的肌肉 那你的身體就自自然而 在某些位置要減少體重 那就可能減少你的肌肉了 如果你沒有繼續維持著運動的話 那我先額外講多一個小的資質在這裡 其實呢 肌肉萎縮呢 如果不運動呢 是很容易產生的 因為我們有 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我們將一大堆很健康的醫學生 在講很多年前 還有醫學生是白老鼠 當時是任人魚肉的 那麼醫學生呢 就逼他們睡在床上睡一天 然後我們量度他的肌肉的大小 以及肌肉的能力 然後發覺就算躺在床上一天 我們講二三十歲的健康正常的人呢 他們都可能已經開始產生肌肉萎縮的了 所以肌肉萎縮呢 如果我們要預防的確實 我們是需要有適當的運動 才可以令到我們增肌的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先 如果你想增肌的話呢 你吃多一點的蛋白質 是確實你增肌需要的 因為如果你吸收不夠的蛋白質 譬如你平時飲食是不夠蛋白質的話 那你就沒有可能會增肌的 就算你怎樣舉都好 都不會很有效果的 所以如果想增肌的話 確實是需要吃多一點好的蛋白質 那至於蛋白粉呢 就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吃得太多的話 有可能會肝臟有一個負荷 因為我們分解蛋白質 是需要用肝臟去分解的 那所以在你 當然你每一天你不收 就是如果你平時不是吃很多肉的 那你吃一點點蛋白粉的話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年紀大了的人 除非他們沒有辦法可以正常飲食 就是有些人年紀大了 他們失去了想吃東西的那個 因為他們可能腦退化 那令到他們失去了想吃東西的那個能力 或者那個意願 那我們確實是會額外補充那些蛋白質 但是我覺得一般正常的人 如果你可以正常飲食的話 其實從你的食物吸取蛋白質 反而是更加好 但是我相信少量的蛋白質 應該都不構成問題的 不過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想增肌的話 要有適當的運動 還有要先確保 你不是有身體其他的毛病 影響到你的新陳代謝 先做了這兩件事 好 謝謝你 不要客氣 好 那多謝了 薇醫生 因為時間關係 那接下來就會是報告的事項 好 那就請紐約那邊先 好嗎 好的 你們這邊 在紐約短宣中心 有一個很簡單的報告 在接下來的4月16日 復活節 我們有一個網上報道會 是晚上7點半 這個是美東的時間 大家可以在YouTube頻道那裡 就會來到收睇 那這個4月16日是首播 播完之後 那任何時間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 都一樣可以收睇到的 那這個復活節報道會 的題目就是 終於笑得出TGI Sunday 那你留意海報那裡 就解碼了 哈哈 TGI是什麼來的呢 那說完呢 就是陳首賢牧師 在我們的真理報 或者短宣的網頁上面 那裡都有這個 海報和這個消息 那大家是可以按那個鈴鐺 在我們的網上網站那裡 都可以來收睇到的 好 那我的報告就是這裡 好 那就輪到灣區這邊 那這個聚會 就是在下一個月 即是4月份的 我們就情相對了 對攝影師的夫婦 那這個聚會是比較少的 是講婚姻 講攝影 講婚紗的預備 婚紗攝影的奧秘 那如果你有些朋友 或者你有些親戚正在進行著 即是開始是報入結婚這個階段 不容錯過 當中有很多經驗的分享 不單止是婚紗、結婚那些 其實是相處的方面 就請大家不要錯過了 這個就不需要報名的 聽清楚是不需要報名的 你只需要看到那個zoom link 你就按進去就可以了 而這個聚會 接下來這個就叫知己知彼的報道者 是需要報名的 就是現在這條link那裡顯示出來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拍下它 或者你可以訊問回到教會 因為我們都會傳到各教會 收到可以報名 現在已經有五十幾個人 可以拿名的了 至於譬如好像今天這個聚會 或者是過去的聚會 我們有錄影的 放在哪裡呢 我們剛剛在帳戶上 傳給大家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chat那裡 你會收到一條link 就是那個聚會的錄影 請你保留它 我不需要每次都給你 你保留它之後 你按上去看 你就可以找回以前的聚會 今天這個 我們就需要 保留一下 再等上去 所以你多給我們兩三日時間 你就會找得到 到最後 這個整個紀念 無論是紐約那邊的短孫中心 或者是灣區這邊的短孫中心 都是需要各位在經濟上面 去討告或者是支持的 兩區的網站 我都展示出來了 派網 等姐妹你們通告 因為其實都不容易的 營運一個中心 需要等姐妹你們 放上去討告 就是紀念 好 那就 多謝各位 好像有一位 是不是 連續舉了一手很多次 我沒有留意到 是不是Alice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有很緊急的事情 就是 報告已經結束了 其餘的人 你覺得 我想先走 你可以先退出 那位 有需要問 我相信 藝醫生都很久 我打了下去 你說抽筋 我經常都手抽筋 是不是跟抽筋差不多 我應該吃那個D-Complex 還是什麼 D-Complex 明白了 其實手抽筋 就要視乎你那個手 如何抽筋 但是如果是一般 因為很多時候 手抽筋 就跟你用得太多 可能有關係 同一時間 你都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是頸痛 絕神經 有時候都有可能 會使你手抽筋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 額外的情況 你最好是去找醫生 但我現在才回答 例如沒有什麼 我只是想看看 有沒有辦法幫我的手 不會經常覺得那麼緊 那麼容易抽筋 這樣去搭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維他命B6 100個mg 甚至剛才所說的 尾可以吃到400個mg 維他命D 你吃2000個iU 這些全部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平時沒有吃 這個維他命B的習慣 你確實可以試試吃 這個B集 或者B6 就算他們對於你來說 沒有什麼額外的幫助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什麼 副作用 所以如果你想試一下 會不會對你有幫助 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安全地使用 如果有幫助的話 通常你過一兩個星期 你都應該會見得到的了 所以如果你吃了 覺得你抽筋的情況 沒有什麼改善的話 你最好還是去找醫生 去問一下 比較好些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的情況 令到你的手會容易抽筋 好 好 好 還有骨質疏鬆 代替你骨質疏鬆 那有沒有食物 代替你骨質疏鬆 非常好問題 OK 你要看骨質疏鬆的程度 還有要看你現在 有沒有在吃其他的藥物 令到你骨質疏鬆 所以那個Phosamax Phosamax這類型的藥物 應該這樣說 Phosamax這類型的藥物 在某些情況之下 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可以用任何東西去代替它 還有就算你真的吃Phosamax 也好 你也是必須要吃鈣和維他命D 因為你可以想像那個Phosamax 先看看 Phosamax就是有些骨質疏鬆 那你有些藥物 你一個星期吃一次 最常用的藥物 那它就是幫你 令到你的骨落減少它的流失 減少鈣的流失 還有希望可以幫到你 將那些鈣塞回到它的骨裏面 就是幫你補骨這樣的意思 那這個是一個有效的藥物 那但是剛才這位女士 你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醫生跟我說 我要吃Phosamax 如果不吃Phosamax 只是用一些維他命 來補充劑去補充 是否足夠呢 那這個答案就是 如果我的病人的話 我就要視乎它 骨質疏鬆的程度 還有看看它有沒有其他原因 令到它可以很嚴重的骨質疏鬆 因為你最不想的就是斷骨 是嗎 就是有時候你嚴重骨質疏鬆的那些人 就這樣駕車蹭一蹭都斷骨 有多麼無辜呢 所以我們的目標 是令到你的骨落健康 那假設你那個 假設有些年紀比較輕些的 或者它的骨質疏鬆的程度 是很輕微的 而我們計算了出來 它的骨折的機會 因為其實它的報告裡 也都會有一項目 是告訴醫生 你的骨折的大概率這樣 那假設如果我的病人的骨折大概率 也都不高 也都沒有其他原因 令到它有很高的風險的話 我們確實是可以觀察 然後呢 每天去吸取足夠的鈣質和維他命D 那我們一般的建議 維他命D 就起碼要吃到2000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同時間呢 鈣質呢 要視乎你的飲食了 因為一杯牛奶呢 都大概有三百多個mg的鈣 意思就是說 譬如如果你一天喝四杯奶的話 可能你根本真的不用吃那個鈣質 甚至是維他命D 你就算不吃也可能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大部分 我們中國人都不會一天喝四杯奶的了 那所以 是不是呢 坦白說 怎麼受得了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建議病人 一個鈣質大概是五百至六百mg 那就視乎你的飲食了 那你可以一天吃一至兩次分開吃 如果一次過吃一千的話 其實你吸收到的不是那麼多 所以反而分開吃會比較好些 你就可以每次吃一個鈣片的吃兩次 然後維他命D就無所謂的 因為剛才說了 它是滋溶性的維他命 那所以你可以跟鈣一起吃 也可以每天只吃一次都可以的 那你這樣吃的話 它起碼的作用就是減少了 你因為缺乏了鈣 而你身體本身就不停地在你的骨頭 拔掉鈣出來 就是說你可以減慢了骨落的流失 而希望如果我們有足夠的 鈣的話甚至可以令到那些骨頭 再好一點點 但是坦白說 要令到你進入好嚴重的骨質梳鬆 變成正常的 單單靠鈣和維他命D OK 因為我的關心就是 牙醫那裡 我要中癌 那如果我吃Fossomax 那它就不幫我做了 其實你可以停了那個Fossomax 停了它大概起碼兩至三個月 那你跟牙醫和醫生溝通 都是可以做的 是的 那至於你說Fossomax 也沒有一個急切性要吃的 意思就是說 就算你現在已經找出你的骨質梳鬆 但是你又知道你這個種牙 是一個比較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接下來的半年至一年 我是要種牙的話 那我現在吃血泡和維他命D 然後等我種完牙之後 再吃Fossomax 其實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都是可以的 除非是一些很少數的病人 是不是? 剛才講過一些特別的例子 就沒有辦法 我們要平衡哪一樣東西 對你更加重要 那維他命D和D3有什麼分別? 維他命D3是維他命D的其中一種 當我們的身體吸收了維他命D之後 我們在我們的肝和腎之間 會轉化成D2和D3 而我們平時買到的就是D3 所以D3其實就是維他命D來的了 你只要有正常的 只要你是一個正常人的話 你的D3都會在身體自己 會轉化成D2和D3 自然運作的了 就是不需要買D3來吃 不是,D3和D2 你不需要特別去選擇D2或者D3 因為你買維他命 譬如平時你看到的維他命D 絕大部分是D3來的 D,ABCD 是的,D ABCD是D 維他命D是分D1,2,3 D1,2,3 D1,2,3已經遠超你需要知道的情況 我覺得 它是一些化學的 即是它會有一個輕氧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人讀化學 你身體會將一個維他命D自然地在身體裡 好像一條水渠一樣 去到這裡變D2,去到這裡變D3,去到這裡變D2 你可以這樣想的 所以你吃下去是D2也好是D3也好 你身體自然去到對的地方 就會變成它應該有的D的情況 OK 我一直在說D 所以你一般藥房買得到的是D3 D2是一些特殊情況的處方才要吃D2 正常人是不需要擔憂D2還是D3 你一般買到就是D3 OK 那我現在中下的時間就先吃D3和Kalcium 是的,你可以這樣做 但我建議你最好都先問問你的醫生 因為我沒有看到你的病歷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情況是怎樣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處理方法都是這樣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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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請問一下 阿牙醫生有沒有診所在桃園街的 我沒有,不好意思 我是在Parsington的 是的 喔 不好意思 兩招等你 喔,Parsington 是 我是Karlene 我知道是過了鐘了 可不可以再問一個問題 其他人可以 如果其他人覺得有需要 你們可以先退 這個真是最後一個問題 好嗎 好 好 謝謝阿牙醫生 我想知道 我曾經有過 pre breast cancer 是不是不能吃 所有的呢 還有豆腐之類的呢 你這個pre breast cancer 我們就要先看一下 你是不是一個 Ductal Casinola 意思就是 你是不是在一個很小的管道 已經發現了癌細胞 因為其實 breast cancer 理論上是沒有pre breast cancer的 一不是有 一不是就沒有 對 所以 聽說 看你